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晚上时间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再次警告在周二的例行会上继续敦促警告中共国努力维护台湾和平与稳定 并且警告中国不要把任何的民主的正常的国土作为军事挑衅的借口会导致局势升级 因为一系列的事情中共还在这搞事 你看宋涛建了国台办主任宋涛在广州以洪秀柱 洪秀柱上咱们说完 洪秀柱没出来 那么林玛丽就出来了 谁说我们没出来 你看我在这 在这 跟路德社说 你看我在这 宋涛说赶紧 你看 说台湾爱国统一力量要坚持一个中国原则 坚定统一信念 认清台独分裂势力 害台 卖台本质 坚决反对台湾地区领导人谋独挑衅 坚决抵制去中国化逆流 所谓的爱国统一力量不就是国民党吗 是不是 估计这次洪秀柱过去 就是要给这个党中央给组织交代 这次为啥没有成功啊 是不是 然后接下来商量下一步的动作 就继续内部颠覆被制作摩擦内部颠覆 你怎么看 我觉得挺逗的 就是被点名然后又出来走掉了 出来走两步 感觉很被动的这个样子 你想说这个中共的这些言辞啊 什么爱国统一方面说了多次 这根本就是一件不存在的事情 所以说这个真正的这个害台卖台的 其实就是国民党这里边 当然不是说全部啊 但大部分这个跟中共有这个合作倾向 或者说制这个人民的实质 实际的这个这个民主自由于不顾 就是这个去实际卖台的这拨人 真正的出卖台湾人民的这拨人 才是最可恨的一拨 然后怎么说呢 就是他说白了 他叫过这个素质也很无力啊 你能有啥措施 你去这个重新厘清一下你的这个 理理账 看看哪笔钱是白花了 这个花错了 然后搞一系列打击buff 可能这个听起来 咱们想象一下他都很智肘 这个很不好干 就是一旦没成 说白了就这个功亏一贵啊 就是再再接下来咱们也说过嘛 就是你再想用同样的路定 这个难度就就就倍增 不是没机会 但是这个难度就会 这个指数级增增增增长 然后这个 反正就是这么样一个 对中共来讲 比较尴尬的一个状态 就是打又不敢动 然后这个这个 玩音的呢 又又又推不成 就非常的这个 尴尬路德 好尴尬啊 对 这个你看 为啥要见 说白了 就是宋涛啊 红秀柱在广州 那就是接下来啊 你看还 还与傅禄参加 两岸同胞交流的 新党主席无称点啊 你看这 这个台湾内部 现在卖台的力量啊 这已经挑明了 是不是 挑明了啊 说白了 就已经也不藏着烟 这说白了 这已经很明确了 这是我们之前说的 说白了 就是内部颠覆 内部颠覆 这就是 它的主大方向 一定要搞明这个 这个搞明了 你很多事情 说白了 你就 你就知道 不会被他牵着鼻子走啊 不会就被他牵着鼻子走 他没这个本事 去搞那个什么 夺岛登陆 知道吧 他 本来是要滚窗船 他被咱们啊 说白了 戳破了 是不是啊 所以现在美国都盯着 他的滚窗船 他没有用空间 本来想搞个妈的 这个冰雕连 是不是 来玩一下这种 啊 所以现在没办法 只能继续 只能继续 你看啊 这个 只能继续啊 用这个内部颠覆的 这些内部颠覆的成本 也越来越高了 美国其实眼底 盯得很死 说白了 但是他还在继续啊 绝对 因为这说白了 不怕贼头 就怕贼惦记 他妈 他就是 这个中共 成立的 出 什么就是 抢面头 我操 他如果 不是直接全面的 结束 就跟那个 那个 纳粹一样 他迟早 他还会 卷 卷土再来 卷土再来 他会继续 发展他的这些人 是不是这逻辑啊 对 但是有一种感觉 就是说 首先 这帮卖财的人呢 他 这个在 站在他们的角度 讲 不管是他的这个 政治生涯啊 还是说 这个金钱利益上面 你 这个出卖以后呢 他一定会考虑 有命正 有没有命花的问题 就是一旦这个 他促进了这个 就是 假如他真的促成了这个 这个中共内部颠覆的这件事情 首先他们 你想台湾内部的这些人 会不会落在一个什么很好的下场 这个 这个很难说 有各个方面 比如来自中共内部的这种 这种 这个 这个清洗也好啊 或者说 你想中共 他不会最终把这个利益 这个真的真的发到这个工程脑袋上 所谓的工程脑袋上 那是不可能的 就是 当然这个 拿出几个白白样子 你中共是怎么骗决人界的 到时候也是怎么骗这帮人 对吧 这是一 二一个就是说 美国的这个 这个 长期以来跟台湾的合作 你这些关键人物 你都 找不了跟美国有 在这个各个层面的 就是会受到长眉管辖的这样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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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柄 或者说 这个 就是你以前承诺过 或者 后来你的这种背包 你是要付出代价的 所以说 这帮人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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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这个 一两次没搞成功 他 这个 这个 这个成本 或者说 这个 他这犯罪成本 就陡然俱增 他现在固定也会很 很忌惮 这个事情 另外就是 你从 我觉得从战略角度上来讲 对美国来讲 台湾当然是一个 这是第一岛链特别特别重要的 对于中共的一个战略之脸 但是呢 中共一旦动手 它是这个 就面临生死存亡的问题 就是 他稍有闪失之后 他就 他就 他就亡党了 但是美国 如果美国呢 这个 这个 相反美国这边的情况是 我退一万步讲 我台湾真的丢了的话 对于美国来讲 他 他没有实质的威胁 你知道吧 所以说 从这个角度讲 你看谁敢动 谁不敢动 他这个 中共没有这个答案 你知道吗 所以说 他只能出来叫嚣 然后从暗地里去使这些霸 但是他使的这个强度 当然会 也是会很强的 就是很阴险 很强的 比如说 什么这个 这个各种 就是咱能想象的这种 这种脏的手段 不管是宣传上的 还有武力上的 还是说这种 什么暗杀之类的 肯定是百分之百 他都有计划 就是你能想到的 你想不到了 这些脏事 中共肯定是 有无数个 这个专门的 这个部门 在做 正在做这些事情 但是对于 中国战略上来讲 他其实是没有 这个胆 就即便是 这个颠覆完了 也是一块 就是真的 他颠覆成功 他也是一块 极其荡荡的山鱼 他这个 就比如说 他当时的这48小时 72小时之内 会发生什么 中共 你就有这个把握 能控制住吗 你说 这个政权一叫什么 或者摇了白旗 问题是你说了 那算吗 你万一没能算 或者说美国不认你 这个事 就干起来了 你这个结果 你能承受吗 我就觉得 这个从这个角度讲 还是 当然不能不防 就是一定要防 维度建在各个层面 就是 从这个赖总统 他这个 上台的这段时间 他最重要的任务 首先就是防住 然后才能谈到 这个反击 或者肃清的 这样的这个问题 其实 这个赖总统 整个 尤其是 比如说这一两年 要干的事情 就是 这个防卫 去堵住中共的 这些所有 刚才咱说的 能想象到的 这些暗地里的 这个事情 先说到这 今天刚刚 北朝鲜 搞事了 韩国发现 90多支朝鲜气球 这个气球 这就是不是那种 那种大的 那种间谍去装 就是一般的 普通气球 然后越过边界 里面装的 很多东西 有的是垃圾废物 有的时候 还有什么粪便 什么东西 过来 建议局们 不要触碰这些物体 并向当局报告 你觉得这是 玩啥东西 你说 北朝鲜 不管怎么些事 有所邪动 是不是 反正就是 这个50多 至少是50多 五六十年前 朝鲜其实也 也在干这种事 大家当然互相都有 什么劝降丹 什么之类的 都这种手三 也都在做 一个就是 超级low 但是 它最终能起到什么作用 比如说 去破坏 比如韩国的这种 引起点社会上面 小波澜 什么之类的 我相信 也够强 现在谁 也不是那个年代了 就是整个物质的丰富度 不会因为你两个气球 影响了人家整体的构架 或者民众的 说白了 就是出个放个东西 恶心恶心 没有任何实质的作用 就是这也 从侧面表现出来 这个邪恶轴心 实质的能力 可能也就止于死了 也就 也就是恶心恶心 赖行 爬脚面 可以弄两多吃 这就是玩得很low的一些招 是不是 就是这low一招一看 都是中共给他们出的一些 这种搜主意 是不是 但是他这有可能 这里面放了一些这种 这种病毒啊 或者都有可能 是不是 那倒是确实是不排除 有这种可能 神话武器啊 这种是吧 啊 细菌啊 病毒啊 这种 这是有可能的 是不是 嗯 对 毕竟这里你看啊 这个 这里发现 伊朗现在也在开发生物器 生化武器啊 不仅是化学武器 是生物器啊 也在搞 你看 伊朗 也 现在爆出来说 也正在研发 说白了 就是生物器 吗 这绝对是他们的 现在 这是邪恶中心 记不记得 咱 咱特别早 就是疫情期间 咱们聊过中共出口大量的这个这个战地这个什么实验室啊 就是便携实验室那种移动的这个车辆到中东那不就是跟他这个严重相关呢对 这都是他系列的早早有准备早有计划的这个这个 就是当然目前他还没没没有到他使的那一步 但是这个事情我相信这个美国这边他都也是早有察觉了 今天说出来这个事情是跟中共的一系列准备也是有都是有关系的 嗯嗯 是啊 你看是不是 所以大家看啊 这就是现在这整个这个这个中俄异常都在干啥 就是在你看这因为这个气球弄过来很可能能能能有有病毒有可能是生物器啊都有可能生化武器都有可能真的要不然他搞我搞搞一堆垃圾搞一个大分过来有啥产业一点意义都没有是不是啊啊啊啊我还刚想到一点就是说刚才那个啊之前讲到的那个网络攻击啊啊然后偷取样品啊他每一件事情肯定都不是孤立世界啊 那都是计划当中的一个一个节点啊他他他他他当然不是为了就他这整个这件事儿他一共就偷了个样品的绝对不可能啊他肯定是有大的一个计划或者说那个网络他就会骗七千多万美元嘛对于中共来讲虽然他缺钱他也不缺的七千多万美元啊这肯定都是系列的这个更重大的计划当中的一个一个部分和节点啊对 是啊所以啊他们在搞事儿知道吧说白就是在搞搞这些阴招损招啊好咱们这期节目就到节目标的点子分享谢谢金融先生再见